关于现在,为了一体之情,私自放到了曹操,你将中数万浴血奋战的将士,如何能答应? 你呀,就是过于心善。 有人说新版的鲁肃形象比老板更为精感,也是唯一一个超越老板的特性人物,喜欢他的人称赞他好奇甘云雄才大略,具备国师之才。 而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胆小怕是唯唯诺诺,甚至被认为是东吴的罪人。 他出身于氏族家庭,为人个性豪爽大方。 面对动荡的时代,他毫不犹豫地变卖田地,政绩贫困交接失重。 当周瑜还在袁肃手下担任巨巢长时,就听闻了鲁肃的为人处事,便带着几百人上山拜访鲁肃,并请求他能够捐赠物资。 鲁肃家中有两个圆形的米仓,各存有三千湖米,他毫不吝啬地将其中一个赠予周瑜。 周瑜被他的慷慨所震撼,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下为你这份豪气,敬你呗。 鲁肃与周瑜成为好友后,袁肃也听闻了他的事迹,任命他为东城长。 不过鲁肃很快发现袁肃治理问题,上下刚计及其败坏,他选择了离开,带着几百人投奔了在居巢的周瑜,并跟随周瑜投奔孙策。 可惜长时间里他未得到孙策的重用,正当他考虑离开孙策时,孙策却突然遇刺离世。 周瑜以良情责沫而期的道理劝说他留下,从而转头江东信任孙权,或许说孙权为财事举,召见了鲁肃。 不,喝酒之。 两人相谈甚欢,和他对应,这也是后来著名的他上策。 在这次会面中,孙权向鲁肃请教如何在保住负兄基业的基础上建立齐环境文一样的大业。 当时孙权的政治中心还在北方,尚未有称敌之心。 在这个乱世当中,没有奸诈与虚伪,只有强弱与高相。 正所谓成者英雄,败贼。 鲁肃与孙权深入交流后,为孙权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他指出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已成定居,孙权无法再得到汉贤帝的支持。 因此他建议孙权立足江东,稳固基业,在实际成熟后再图谋发展。 这一番话让孙权的格局豁然开朗,这也为后来的东吴奠定了一些基础。 不过一旦曹操想以汉献帝之名对孙权发号施令的话,孙权也将陷入困境。 所以有人提出抛开汉室让孙权自立为帝,以图自保。 很显然当时的孙权占据了长江天险,可保现有基业。 孙权为了拓展长江以南地区,避免北方的冲突,鲁肃提出联合刘备共同对抗曹操的策略。 这一件意识孙权如梦初醒,意识到若继续遵奉汉室,将束缚自己的报复。 随后孙权改变策略,由北上改为南下,开启三分天下的格局。 鲁肃作为代表前往刘备处谈判联合抗曹时,因实力不足而做出许多妥协,这也被外界巫认为是懦弱的老好人。 不过在涉及江东利益时,鲁肃表现出坚定和强势的一面。 例如在争夺长沙零零贵阳三军时,鲁肃单刀附会,胆识过人,甚至敢呵斥关羽的从属。 这表明鲁肃不仅不懦弱,而且非常理性,具备高超的外交技能,既能避免争端,又能实现统一南方的目标。 孙权曾高度评价鲁肃的材质,认为鲁肃的材质。 鲁肃与周瑜不相上下,有鲁肃在,可保江东二十年太平。 若有此人在,可保江东二十年。 孙权之所以如此看重鲁肃,除了鲁肃自身的才华和孙权的识人眼光外,还与当时的时机有关。 孙权刚即位掌管东吴,四周环绕着父兄留下的老陈,他渴望建立自己的权威,不希望被老陈架空。 鲁肃恰好在这一时机出现,成为孙权招贤那世的得力助手,当然也没有辜负孙权的期望。 鲁肃的踏上策早于诸葛亮的龙中队八年出现。 龙中队主张刘备占领荆州,争夺一州,并与孙权联手对抗曹操。 这两个策略在核心部分上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回顾鲁肃的一生,为孙权策划天下大计,遇见了汉朝灭亡,天下三分的必然趋势。 他坚决主张与刘备联合对抗曹操,为东吴赢得了关键的胜利。 在赤壁之战中起重要作用,促进了孙权抗曹的决心,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他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使得孙刘联盟能够长期稳目。 他忠诚于孙氏集团和江东的霸业, 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江东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也成为了江东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独独! 对这可能解决了一部分。 原本是在意 Ç叫、 放关键的魔法来 と Penc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